186 33神官征服第二 也许是他情绪激荡之下的目光太刺人了 被他盯着的那几名小神官连忙摆手 道 我们没有告诉外人呀 谢连红着眼睛道 那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在场的三十几个神官听到了那句话后 根本没几个脸露惊讶之色 既然这么多神官都知道了 那上天庭又有多少神官知道了 被他质问 那几名神官卡了一下 又辩解道 他们又不是外人吗 这里的都是相熟的朋友 大家之间都没有什么秘密 告诉他们不算告诉别人 除此以外的神官我们不会说出去的 不等他说完 谢连便立声道 谎话 谎话连骗 我不信 被他如此立声打断 那几名小神官也有些脸上挂不住 缩回人群里 这时 忽然一名神官大声道 你信不信又有什么所谓 太子殿下 你自己在被贬期间做的好事 人家没有当场告发 你就不错了 你还要求别人为你保命 我们有什么义务要为你保命 真是好笑 谢连仿佛突然被迎面泼了一盆水加冰 又被一把刀扎透了心 急道 不是 我 又听有人道 平日不做亏心事 夜半不怕鬼敲门 你不洁身自好 又如何能怪旁人不信守莫言 如果有人替你瞒着这种不义之事 那才是失职无德 谢连道 不是 我 他想说我是有原因的 我也不想的 可他心里也清楚 无论什么原因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的确打劫了 这样一块污点 仿佛一块耻辱 烙音烙在他脸上 使他在这些神官面前 变得无限渺小 连为自己辩解都不敢大声 见他气势下去了 一名武神站了出来 道 太子殿下 你现在该明白 为什么我们不希望 也在这里修炼了吧 谢连低下头 握紧了拳 那名武神接着道 我们不是一路 道不同不相为谋 你还是自行离开吧 看他阵阵有词说着 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模样 谢连却忽然明白了 说来说去 归根结底 不还是想要他 让出去遍灵地吗 他双手拳头骨结 咔咔作响 猴头压抑一阵 沉声道 我不走 我要在这里修炼 此刻 对这三十几个神官的 愤怒 已经压倒了 他的羞耻之心 反正已经到了这一步 干脆破罐子破摔 豁出去了 比起灰溜溜地逃走 他宁愿厚着脸皮 杠在这里 教他们没法得逞 谢连猛地抬头 又重复了一次 我要在这里修炼 这座山不是你们的地盘 你们没有资格 让我离开 见他态度强硬 那三十几位 神官都黑了脸 谢连听到有人低声道 这又是何必 我真是从没见过 这么厚脸皮的 而 任他们怎么说 谢连都处在原地 纵使心里已被唇枪舌剑 扎得流血 但还是倔强地 死撑着一动不动 那名武神道 看来太子殿下 是一意孤行 非要闹得大家都不愉快了 谢连冷冷地道 有本事就来赶我 反正就算你们想 你们也没那个本事 此句一出 对面十几位 神官灯十色变 齐齐抽出了冰刃 这是自然 对于武神而言 方才那句 可是个大大的挑衅 在场为数不少 都是武神官 哪里能当作没听到 被团团包围 谢连却分毫不惧 他手里没有刀剑 只紧紧握着一根登山时 冲作拐杖的树枝 一名武神官肃然道 太子殿下 如果你立刻道歉 我们可以当作你方 才没有冒犯我们 谢连却道 如果我有哪里 让你们不愉快了 我绝不会道歉 他执着那根树枝 指向前方 道 因为你们根本不配为神 对面一阵骚动 有人知道 我们不配 你这种打劫凡人的强盗 就配了吗 谢连再也忍不了了 他也本来就不想忍了 抄着树枝 便攻了上去 喝道 欺人太甚 那十几名武神官 也以兵刃迎战 后排有神官道 又不是我们 让你去打劫的 你怨我们 是什么道理 他们却是高兴得太早了 本以为谢连 既无法力 也无兵刃 肯定好对付得很 谁知 完全不是那回事 谢连手里拿的 虽然只是一根树枝 却被他使得仿佛一柄毒风 咄咄逼人 强劲至极 双方对上没多久 好几个武神官的剑 险些给他挑飞了 他们甚至连给这树枝的进风 刮到也不敢 惊得连忙闪到了后排 以神官之尊 居然打不过一个被贬的凡人 这可太丢脸了 这时 一名官战的神官 突然源源惨叫一声 号道 什么东西 这一喊 其他神官也惊了 怎么回事 那神官似乎痛得厉害 无脸弯腰道 刚 刚才 有一团鬼火 打中了我眼睛 是不是他搞的鬼 谢怜记起 这正是方才 指着他鼻子 喊他强盗的那名神官 气急反笑 什么鬼火 你们要抢灵的直说 就是了 用不着再污蔑我 他怒气勃发 出手更狠 一圈武神的刀枪剑击 给他手里一杆说粗不粗 说戏不戏的 普通树枝噼里啪啦 打掉了一地 突然 一人喊道 抓住了 抓住了 你们看 谢怜身形微定 只见对面 神官乱成一团 有人手里 抓着什么东西 高高举起 道 真的有鬼火 他在搞鬼 抓到证据了 谢怜定睛一看 那是果然一团 悠悠燃烧的小小鬼火 他怒道 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 你们凭什么 逮着一团鬼火 就说我搞鬼 鬼火又不是什么 稀罕的东西 他身上 写了我的名字吗 惨叫的那名神官 捂着眼睛道 普通的鬼火 怎么会往我眼睛上扑 不是你指使的 怎么会这样 谢怜赤道 那我还说 他也有可能 只是这山上的游魂 无意间 被你们吓得晕了头 才撞上来的呢 这算什么证据 最先动手的那名武神 一把夺过了那鬼火 道 管他是谁指使的 这种害人的东西 打散了就是 说着手上一用力 竟是要把那鬼火 捏得魂飞魄散 见状 谢怜脱口道 放开他 终归是不忍那游魂 就这么被他们这场闹剧波及 他抢上前去 与那武神缠斗起来 阴翼在夺魂 出手便收敛了先 二人正僵持着 后方几个神官 却忽然喊道 你来了 快来 来看看 这都是什么事 听起来像是有谁感到了 众神官回过头去 都道 你可算来了 等你好久了 快来帮忙 文言 谢怜先是一 心道 莫非是来了 什么厉害的神官 再转念一想 管他来的是谁 如果也要来和我为难 再打上一场又如何 我谁都不怕 他现在满肤怨气 已经准备好了 要大战一场 谁知 待到人群分开之后 那姗姗来迟之人 走上前来 谢怜却完完全全地愣住了 万万没想到 来人 竟是木青 木青也显然没料到 会在这种情形下 遇到谢怜 两人一打照面 皆是满面愕然 谢怜睁大了眼 把正在与他打斗的武神们 都望到了一边 孽如这道 你怎么会在这里 你不是 说了几个字 他注意到了一件事 灯石明白 闭上了嘴 木青现在穿的 不是他们 一路逃亡时的 陈旧黑衣了 而是夏天亭的武神官服 原先 封信和木青 作为谢怜的副手活动时 二人的能力 就颇得赞赏 惹人注目 后来 谢怜被贬 不少神官都惋惜封信 和木青也和他一起 被贬下去了 还有暗来签过 现问他们 要不要转到别的神官店里 去侍奉的 如果有神官出于欣赏 把木青再提回夏天亭 去为己所用 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一定就是这样了 而且 他现在应该混得不错 不然也不会和这群神官一起 成群结队地出来 找洞天伏地修炼 谢怜还是凡人之身 木青 却已经回到夏天亭了 此情此景 莫名讽刺 那边 木青好容易才定了神 一道 这是怎么回事 众神官 纷纷抢着给他讲前因后果 谢怜远远站着 身体僵硬无比 他注意到 他们并没有 特地对木青 讲他打劫之事 这说明什么 说明木青 也早就听说过这件事了 木青也知道他去打劫了 一滴又一滴的冷汗 从谢怜头上 滚滚落下 他不由自主 后退了两步 方才与他对峙的那名武神 气喘吁吁地喊道 他想一人抢占灵地 赶我们走 木青快来帮忙 帮什么忙 让木青帮忙来一起打他吗 谢怜气的头皮发麻 震惊不已 他好容易才反应过来 结结巴巴地怒道 你们 你们真是颠倒黑白 无耻至极 根本不是这样的 我明明没有 木青就在旁边看着 他心里着急生气 又是一束枝 又打了出去 那武神有些招架不住 结结败退 又喊道 木青 你还愣着干什么 别的神官也跟着喊 木青却始终神色迟疑 似乎不知该不该出手 谢怜听他们 连连催促木青 跟他们一起围攻自己 心中狂怒 木青才不会跟你们一样 他是我朋友 他才不会帮你们 怒着怒着 他手下一用力 又打飞了一排兵刃 其余神官见他越战越勇 势头不对 忙道 木青 你就这么看着他乱来 木青脸上神情变幻莫测 上前一步 手指微抽 站在他身旁的神官催道 别不动啊 帮忙啊 偏生在这时 又有人阴阳怪气地道 木青不想动 也可以理解 毕竟人家以前 是太子殿下的贴身侍从 就算太子殿下 又打劫又抢灵地 也要顾念一下 主仆旧情吗 人家不去 帮太子殿下的忙 已经很给面子了 怎么还能指望 他帮咱们的忙吗 这话听似 在为他开脱 实则阴险至极 木青额头颈尖 瞬间爬上了几丝青筋 气氛微妙起来 谢怜觉察不对 道 木青 他只叫了个名字 下一刻 手上便陡然一清 传来了什么东西 被削断的声音 谢怜一愣低头看看 被削断的是他唯一的兵刃 那根树枝 在抬头 对面的木青手里 已经画出了一把长 刀 此时此刻 那刀锋正指向谢怜 而手持刀锋之人 冷冷地道 请你离开 谢怜手里握着半截树枝 看着木青 梁九 道 我 不是真的想打劫 我也没有抢占灵蝶 是我先来的 木青面无表情地重复道 请你离开 谢怜看着他 持一片刻 道 你知道我没有说谎吗 问这一句的时候 他有些期盼 又有些害怕 有个声音告诉他 不要问了 转身走吧 但他还是忍不住 问出来了 木青还没回答 谢怜的身体突然向前一倾 整个人重重扑倒在了地上 地是山路的泥地 坑坑洼洼 满是落石和碎叶 谢怜扑在地面上 顿时瞪大了眼 还有些不可置信 不知道是哪个神官 趁他失神在背后 推了他一把 让他在这么多 双眼睛前面 摔得这样难看 实在是太难看了 四面八方 都是高低不一 铺天盖地的人生 谢怜都听在耳里 一双眼睛睁得极大 看着眼前 黑乎乎的地面 又很慢很慢地抬头 看着站在他前面 不远处的木青 木青就站在那些 神官中间 没看他 侧手望向一边 和所有 其他人一样 也没有要伸手 拉他起来的意思 于是 谢怜明白了 没有人会拉他一把 趴了好半场 他慢慢自己 从地上爬起来了 众神官以为他 还要发难 警惕万分 谢怜却没再对任何人动手 而是低头 在地上找了一阵 找到王后 给他收拾的小包裹 默默捡起 重新背在背上 转了个身 一步一步朝山下走去 走着走着 他的步子越来越快 没过一会儿 谢怜便狂奔起来 他憋着一口气 一路狂奔下山 一刻不歇 不知奔了多远 突然没留神脚下 又摔了一跤 那口气 才带着一股血腥味 吐了出来 心慌意乱之中 他没想到 要爬起来 只是坐在地上喘气 待到气息 渐渐平缓 谢怜也没想到 要站起来 反而就这么坐着 发起了呆 忽然 一只手伸了过来 谢怜略显迟缓地 眨了一下眼 顺着这只手 缓缓抬头望去 居然又是木琴 他站在谢怜身前 脸色微轻 伸着一手 伴上 口气声应得道 你没事吧 谢怜呆呆看着他 没说话 也许是被他这种 令人毛骨悚然的目光 看得不自在了 木琴避开了他的眼神 但他的手 还是伸着 道 起来吧 可是 这手 已经伸得迟了 谢怜没有接他的手 也没有起来 还是直勾勾盯着他 二人僵持许久 木琴的脸色 越来越难看 正要收回手 谢怜却突然从地上 抓了一把烂泥 啪的一声 扔到了木琴身上 木琴没想到 他会干这种事 简直不知该说 是粗鲁 还是幼稚 胸口一下子 炸开了一团 脏兮兮的烂泥 连也见上了几点 错愕不已 韶琴 怒气上冲 但被他强压了下去 低声道 我也是没有办法 他的确是没有办法 现在他和那些 神官应该交情不错 如果就这么看着同僚 被谢怜暴打 而他却不出手阻止 或者被人以为是 站在谢怜这边的 他恐怕就不好过了 谢怜仿佛 不会说话了一般 只会抓着地上烂泥 不断砸他 木琴挡了几下挡不住 怒道 你疯了 我说了我是没有办法 你去打劫 不也是没有办法吗 滚 滚 滚 谢怜脑子里 只有这一个字 然而 他连这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只能疯狂地抓起 手边能抓住的一切东西 砸过去 他也不在乎砸的是谁 终于 木琴被他砸得受不了了 铁青着脸拂袖而去 谢怜喘了几口粗气 贪坐回去又发起呆来 他就这么一直坐到了天黑 天黑之后 四周不知 从哪里飘来许多灵火 游游飞舞 谢怜仿佛没看见一般 半点也提不起劲 然而 那些灵火 仿佛不甘心 没被他注意到一般 越来越多地聚集在他身边 谢怜依旧不理 直到灵火之中 出现了一个人影 那人的来临 总是伴随着巨大的不祥预感 谢怜觉 查到了什么 缓缓抬头 事不之外 一个白衣人影站 在无数漂浮的灵火之中 脸上半张面具 正在森然微笑 他和和气气地道 你好啊 太子殿下 187 冷白鬼温语获迷童 黑夜中 谢怜双眼的瞳孔 瞬间收缩成极小的两点 颤声道 是你 白无相 谢怜毛骨悚然 一跃而起 反手要去拔剑 却拔了个空 这才记起他 所有的佩剑早就 都被当掉了 连他之前 冲作兵器的那根树枝 也被削断了 也就是说 现在的他身无法力 手无寸铁 却对上了这个东西 几年前先月覆灭后 白无相就从世上消失了 谢怜根本没去找过他 也没想过要去找 只盼着 他就这么无声无息地 永远不再出现才好 谁知今天这个东西 会突然出现在他面前 那白衣人影 缓缓向他走近 谢怜从心里感到一阵胆寒 先是忍不住 后退了两步 随即反应过来 不能后退 逃跑也没有用 他立声道 你想干什么 白无相不答 继续扶手走近 谢怜的手脚 连同从唇里呼出的白气 都在颤抖 他逼着自己 回忆方才 那三十多个神官 或鱷鱼 或冷漠 或大笑的面孔 还有木琴转过去的侧脸 忽然之间 他忘记了恐惧 喊出了声 一掌劈了上去 然而 这一掌还没劈到 一阵剧痛先到 对方竟是预料到了 谢怜的招数 抢先一步闪到他身后 在他膝弯上 踹了一脚 太快了 谢怜双膝已经扑通一声 重重跪倒在地 脑子里 才冒出这个恐怖的念头 这东西的动作 居然比他思考的速度还要快 下一刻 谢怜便感觉到了一件 更恐怖的事 一只冰冷手掌的五指大开 附在了他的天灵盖上 他大叫起来 而那只手微微用力 把他的头颅 连着整个身体 一起提了起来 谢怜毫不怀疑 以这东西的尽力 这五根手指 只要一收拢 就可以直接碾碎他的颅骨 让他的脑袋 顷刻间变成一团 血肉模糊的骨夹肉 他也毫不怀疑 白无相抓住他后的下一步 就打算这么做 谢怜凌乱地抽着气 以为必死无疑 用力闭上了眼 谁知 身后那东西 却根本没有 继续用力的意思 反而收敛杀气 轻叹了一声 这声轻叹后 好一阵 对方都没有继续动作 一片死寂中 谢怜又一点一点 睁开了双眼 漫天的鬼火们 正在狂喜乱舞 每一团火焰都是一个 正在看热闹 嘎嘎大笑的亡灵 然而 众多的鬼火 似乎都被什么震慑了 不敢靠近他们两个 只有一团火焰 格外明亮的鬼火 悬在他们上方 正在用自己的火焰 一下一下 猛烈地撞向谢怜身后之人 不知在做什么 但怎么看 都犹如浮游汗术 末地 谢怜身体一僵 白无相 居然抱住了他 谢怜歪歪斜斜地 跪坐在地上 被一双冰冷而有力的手 抱在一个 毫无生气的怀里 白无相也不知何时 坐了下来 喃喃道 可怜 可怜 太子殿下 看看 你被弄成什么样子了 他一边喃喃低语着 一边抚摸着谢怜的头 动作轻柔而怜悯 仿佛在抚摸一条 受伤的小狗 或是自己生了重病 即将死去的孩子 月光下 悲喜面的半张笑脸 隐没在黑暗里 只有半张哭泣的脸 仿佛是在真心实意地 为谢怜伤心落泪 谢怜僵硬地缩着不动 身后的白衣人 抬起手指 擦掉了他脸上 脏兮兮的泥巴 在他的动作之中 谢怜居然感觉到了 一种诡异的慈爱 像是在最好的朋友 最熟悉的亲人怀里 被动得只打哆嗦的身体 也奇迹般地回了一点暖 没想到 在这般境地里 给了他这种慈爱 和温暖的 居然是一个 如此诡异的东西 谢怜喉咙里 发出阵阵压抑的乌叶 抖得越发厉害 那团鬼火 飞到他心口 似乎想误热他 却又不确信自己 是否能帮他驱散寒冷 不敢贴近 白无相帮他擦干净了 身上的烂泥 道 到我这边来吧 谢怜颤声道 一句未完 他突然一掌探出 袭向白无相的面具 突袭得手 那面具 被他一掌 打得高高飞起 而谢怜 以翻身跃到树杖之外 方才的畏惧之态 一扫而光 沉声怒道 谁要到你那边去 你这个 怪物 那张惨白的杯洗面坠地 满天的鬼火门 仿佛被吓呆了 突然失序 狂舞不休 无声尖叫 白无相则捂着脸 滴滴地笑了起来 那笑容 听得谢怜寒毛倒树 道 你笑什么 白无相亲哼一声 道 你会到我这边来的 他语气笃定 谢怜不懂他什么意思 不可置信道 你那边是哪边 你毁了仙月 还让我到你那边去 你疯了吗 你有病吧 他不会骂人 就算愤怒到极点 也只会说那几个字 不然他要用世界上 最恶毒最能泄愤的字眼 来诅咒这个东西 白无相哈哈一笑 以首覆面 昂首道 你会来的 在这个世上 除了我 谁也不会真正懂你 谁也不会永远陪你 谢怜心中胆寒 却仍博道 滚 少自以为师弟胡说八道了 你说没人就没人吗 一团鬼火 飞到他身侧 上下点洞 仿佛在点头赞同 他一般 但四面八方 都是这种邪乎的东西 谢怜并没有注意到 这独一个 那边 白无相温声道 哦 有人吗 以前是有人 你猜今后还会有吗 谢怜道 你什么意思 你在暗示什么 白无相不答 冷冷笑着转过了身 似乎就要 飘然离去了 他轻声道 我会在这里 等着你的 太子殿下 谢怜当然不能 就这么让他走了 道 等等 你别走 你对他们做了什么 你动了我父王母后 和封信 他追了上去 伸手去抓那白衣人影 谁知 对方轻飘飘一甩袖子 反手抓住了一团鬼火 他并没有特地攻击谢怜 谢怜却决一股恐怖的大力袭来 整个人高高飞起 撞在一棵树上 一声巨响 那颗两人荷抱的大树 生生就被他的身形 撞得蛇倒了 若是在从前 这样的树谢怜 就是撞蛇十颗 也不会皱一下眉 但眼下 他是凡人之身 这么一撞 浑身骨头 都要散架一般 重重落地 晕了过去 闭眼前最后一刻 他似乎看到 那白衣人影 伸出一手 掌中拖着一团 熊熊燃烧的鬼火烈焰 笑道 鬼魂 告诉我 你叫什么名字 这个太有意思了 醒来后 什么都不见了 谢怜头下脚上 胸腔口腔 都满是血腥之气 晕头转向了好一阵 突然一咕噜爬起 喃喃道 父皇 母后 封信 他想起昏迷之前 都发生了什么 一刻也不敢耽搁 狂奔几十里 终于在背起行囊 离开后的 二十多天的一个深夜里 回到了国主等人的 藏身之处 谢怜一路心骄如焚 惶恐万分 生怕白无相 已经对亲人朋友 下了毒手 回到那座小破屋 便一把推开门 气都来不及喘一口 失声道 父皇 母后 封信 还好 屋里 并没出现他想象的那种 凄惨情形 甚至连东西都没有乱 还是他离开前的样子 谢怜带着一身的伤 狂奔数十里 嗓子干得要冒烟 稍稍放下了心 这才咽了咽喉咙 继续往里走去 道 封信 你们在 他一推开门 嗓子便卡住了 封信就在屋里 看到谢怜回来 祈祷 殿下 你怎么回来了 然而 谢怜却并没看他 而是紧盯着他的对面 封信的对面 站着一个黑衣人 是沐晴 沐晴回头看到他 抿了抿嘴唇 脸色也不是太好 封信绕过他迎上来 道 你不是去修炼了吗 怎么样了 我还以为你要去好几个月 这么早回来 是有什么大进展 谢怜盯着沐晴 道 父皇母后呢 封信道 屋里睡着 已经躺下休息了 你衣服怎么脏成这样 脸上伤怎么回事 你跟谁打了一场 谢怜不答 听到父母安然无恙 这才彻底放心 对沐晴道 你怎么在这里 沐晴没说话 封信带他答道 他来送东西的 谢怜道 什么东西 沐晴微微举了一下手 指向一旁 他指的是几个干净的袋子 应该是装的米粮 见谢怜沉默 沐晴低声道 听说你们缺药 回头我想办法弄下来 封信道 行 那我说声多谢 现在正缺这些 神官不能私自给凡人送东西的 你自己也小心点 他又凑到谢怜身边 低声道 我也挺吃惊的 他居然回来帮忙了 之前算我看走眼 总之 谢怜却忽然道 不需要 沐晴的脸灰了一下 握了握拳 封信奇怪道 什么不需要 谢怜一字一句地道 我不需要你帮忙 我也 不要你的东西 请你离开 听到请你离开四个字 沐晴的脸越发灰得厉害 封信也觉察出不对劲来 道 到底怎么了 沐晴低下了头 道 对不起 认识沐晴这么多年 这是第一次听他说出这三个字 也是第一次见他扎扎实实地道歉 可谢怜已经无心惊讶了 道 请你离开 他有些情绪失控 抓住那些袋子 就往沐晴身上扔去 白滑滑地迷洒了一地 沐晴被他丢得狼狈不堪 但只是举手挡了一下 依然忍耐 封信拉住谢怜 惊道 殿下 到底怎么了 他干什么了 你不是去修炼了吗 中间出什么事了 谢怜被他拉住 赤红着眼道 你问他吧 我是去修炼了 为什么我回来了 你问他吧 外面吵得太厉害了 屋里已经睡下的王后 被惊醒 劈出来 道 皇儿 是你回来了吗 你怎么了 风心忙道 没事 皇后陛下快进去 硬是把他又推了回去 关上门志问道 你干什么了 沐晴你到底干什么了 殿下 你脸上 这伤是他打的 谢怜的气息 越来越急促凌乱 根本说不出话来 沐晴道 不是我 我没有打殿下 我只是让他离开 除此以外 我一句重话 也没有说 也没有对他动手 那片灵地 他们志在必得 那种情况下 你不离开 根本说不了场 你 三言两语 风心也终于弄明白 发生什么了 他睁大了眼 指着沐晴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半晌 他弯腰抓起地上布袋 劈面丢了过去 咆哮道 快滚 快滚快滚快滚 沐晴又被自己带来的米袋 砸了一脸 倒退两步 屋里三个人都喘着粗气 风心道 我说 你怎么突然转性了 我真是操了 这他妈的 别让我再看到你 沐晴哑声道 是 我有错 我认了 我道歉 可我是想先解决眼下的难题 再来谈别的 如果我不回下天庭 大家都要完蛋 你父母我母亲 我们三个 不知道要在烂泥里 挣扎到什么时候 如果我先回去了 还有机会 风心骂道 都他妈废话 少废话 没人要听你的借口 滚滚滚滚滚 沐晴道 如果你我一地而处 风心打断他 让你别废话 不听 我只知道不管什么处境 我也不会跟你做一样的事 用不着一地而处 你就是忘恩负义罢了 母亲脸线轻气 上前一步 道 殿下在困难的时候 不也被逼到去打劫 为什么到我这里 你就不能将心比心了 风心喷了 道 哈 打劫 谁打劫 殿下打劫 你他妈说什么屁话 谢怜窒息了 见风心一脸暴怒 渐渐转成错愕 母亲这才觉察 哪里不对 迟疑着转向谢怜 道 你 你没有 他也没有料到 谢怜居然没有把这件事 告诉风信 啊 啊 谢怜疯了 随手抄了一样东西 就把母亲赶了出去 母亲也意识到 自己可能捅了大篓子 被打了好几下 也不敢说话 但逃到外一看 谢怜用来打自己的东西 居然是一把扫帚 脸又黑了 道 你不至于这样嘲讽我吧 谢怜崩溃地道 滚 他出拳带了利风 母亲被他扫中 勉强闪过 脸上被扫出一丝血痕 他伸手摸了摸 看着手上的血 阴晴不定 半赏 道 行 我走了 谢怜浑身发抖 深深弯下腰去 母亲走出几步 还是把米袋放在了地上 道 我真的走了 谢怜猛一抬头 母亲看到他的眼神 喉咙动了动 不再滞留 甩袖离去 屋里惊呆了的封信 这才追出来 道 殿下 他狗扯吧他 打劫到底怎么回事 谢怜捂着额头道 别问了 封信我求你别问了 封信道 不是 我当然不相信 我就想知道怎么回事 谢怜大叫一声 捂住耳朵 逃进了屋里 把自己锁了起来 封信是真的坚信他 绝对不会做这种事 可就是因为这样 才变成了最糟糕的状况 谢怜想干脆逃走 逃到一个 没有人认识他的地方 可是他想起白无相说过的话 又不敢走太远 只能把自己关在屋里 无论封信和王后 怎么喊他他都不出去 直到两天过后 谢怜才稍微感觉平静了些 当封信再次敲门的时候 他默默把门打开了 封信拿着一个盘子 站在门口道 这是皇后陛下 白天给你做的 叮嘱我一定要给你送过来 那盘子里的东西 颜色轻轻紫紫 使人见之惊恐 封信又道 殿下要是怕有生命危险 我帮你解决了就是 我不会告诉皇后陛下的 看得出来 封信心里仍然很想追问打劫 到底怎么回事 但又怕谢怜 又把自己关起来 只得强行按下 装作没那回事的样子 不去询问 故作轻松 但他不擅长开玩笑 开出来的玩笑 干巴巴的 简直令人尴尬 老实说 他母后做的饭菜味道 真是可怕至极 并且下厨次数越多 态度越用心 就越向着 一个不该前进的方向进步 谢怜也从没下过厨 但他做饭就味道不错 看来 只能解释为天赋一饼了 尽管如此 谢怜还是接过了盘子 坐在桌边老实吃了 反正现在的他 吃什么也尝不出什么味道来 不幸中的万幸 虽然那天夜里 他以为完蛋了 肯定被听到了 但根据这几天的情况看来 国主和王后 似乎不清楚 他打劫的事 不然 以国主的脾气 早就把他骂个狗血淋头了 封信肯定不会 对他们说 所以 暂时可以放下心了 想到这里 封信忽然起身 谢怜惊醒 道 你干什么 封信拿了工 道 道时辰了 出去卖艺了 谢怜站起身来 道 我也去吧 迟一片刻 封信道 算了 你还是再休息休息吧 虽然封信没有在追问 谢怜也浑身难受 总觉得 被封信知道 这种事后 二人之间 有什么东西 再也回不去了 封信的每一句话 每一个眼神 似乎都别有含义 值得深究 谢怜摇了摇头 叹了口气 道 我实话跟你说吧 我现在没心思修炼 这个封信 多少也料到了 低头不知该说什么 谢怜又道 既然如此 与其枯坐在屋子里 不如也出去卖艺 至少还能挣点钱 不至于像个 不至于像个废人 不知为何 最后这两个字 他没能说出来 大概是因为心里 真的觉得 自己已经是个废人了 所以才不敢 轻易吐露 这二字了 封信还是不太放心 道 我一个人也能行的 殿下 你这两天才吃了一顿 还是再休息几天吧 他越这么说 谢怜越急于证明自己 转过身去照镜子 道 没事 我整理一下就 他本来是 想去整理一下仪容 起码不要再乱糟糟地 像个乞丐疯汉 谁知 却在镜子里 看到了一幅 恐怖至极的画面 镜子里的他 居然没有脸 因为印出来的他的脸上 赫然带着一张 半哭半笑的杯洗面 188 冷白鬼闻语惑 迷童二谢怜 当场大叫起来 封信冷不防 被他吓了一跳 道 怎么了 怎么了 谢怜脸色苍白地 指着镜子道 他 我 我 我 封信顺着他的手 往镜子里看去 好一会儿 却是一脸 猛然地转过头 道 你怎么了 谢怜吓得不轻 紧紧抓着他 好容易才能把 多说几个字 我 我 我的脸 你没看见吗 我脸上有 封信盯着他的脸 叹了口气 谢怜还在疑惑他 为什么没反应 却听封信道 殿下 你才发现自己脸上有伤吗 谢怜如坠冰哭 为什么 怎么会这样 为什么封信会这么说 难道封信 根本看不见 此刻镜子里的他脸上 这张面具 谢怜脱口道 你看不见吗 我脸上有东西 封信疑惑道 什么东西 具体指什么 我没看到 谢怜又去看镜子 不可能 我 可是 他这再看一次 镜子里的他脸上那张面具 却消失了 映出的 还是他那张金黄失措的脸 脸上交错着乌青的伤痕 看起来失魂落魄 狼狈至极 仿佛一个被财主抱打一分的小长弓 谢怜情不自禁愣住了 试着出了触脸颊边缘 心想 这是我 这时 只听封信道 殿下 是不是太累了 还是被那臭小子气到了 听我的 最近你别出去了 还是多休息吧 谢怜好容易回过神来 见封信背了弓 提了凳子就要出门去 忙道 不是 我 封信一面推门 一面回头 还有什么 话到嘴边 却又声声咽下 因为他脑海中 突然冒出了一个诡异的念头 本来现在的日子 就已经很艰难了 如果告诉封信 白无相可能 又会回来缠上他们 封信会怎么做 封信对白无相的阴影 也不浅 他会怎么做 会不会萌生退意 像木琴那样离开 在他胡思乱想的单 封信已经出门去了 谢怜被关门声惊醒 只好缩回床上 闷上被子 打算再睡一觉 忽然 他闻到了一股怪味 谢怜爬起来 先还以为 是王后又在做饭了 或是老鼠什么的 死在角落了 起身查看 找来找去 最后却发现 这怪味的源头 居然是自己 谢怜这才想起来 他已经几十天 没有换衣和洗漱了 当然会有气味 谢怜凭住呼吸 心中一下子涌起一股 对自己的厌恶 想到父母和封信 一定都觉察到了 但都没跟他说 又是一阵羞耻 偷偷摸摸开门看了看 外面没人 于是自己找了新衣服 打算烧水洗个澡 一番折腾 总算是泡在了浴桶里 他把自己整个人 沉浸水底 憋到窒息 机遇昏厥才浮出来 狠狠洗了几把脸 把全身上下 都刷过一遍之后 谢怜伸出手去拿衣服 心不在焉地抖开衣服 正要穿 忽然发现有什么不对劲 这根本不是他的衣服 而是白无相那件 惨白的大袖丧服 谢怜只觉他泡着的热水 瞬间变成了一锅冰池 毛骨悚然 尸声道 谁 是谁干的 是谁趁他不注意 偷偷把衣服换了 他湿零零地跳出来 撞倒了浴桶 一声巨响 整个屋子 灯石水漫金山 惊得隔壁屋里的 国主王后都被吓到了 王后扶着国主进来一看 谢怜赤着身体 倒在地上 满地都是水 吓得他扑上来 抱着他道 皇儿 你是怎么了呀 谢怜湿零零地披着头 散着发 抬起脸来 反手一把抱住他道 娘 鬼 有鬼 有鬼缠着我呀 他一直跟着我 他这模样 看上去就跟风了 没有两样 王后再也受不了了 抱着儿子 心疼地哭了出来 国主也看着谢怜发呆 四十几岁的人 如今看来已于花甲之年 冬日的寒气 冻得谢怜一个机灵 直到 衣服 快看那衣服 然而 他再去看那衣服 哪里是什么白桑服 不还是他的白道袍吗 谢怜忽然一阵愤怒 一拳锤在木桶上 咆哮道 你到底想怎么样 你在玩我吗 王后强忍泪水 抱着他道 皇儿别生气 你先把衣服穿上 穿上吧 别着凉了 这一日 风信回来得也很晚 脸上眷容 也比以往更深 谢怜已等他许久 迫不及待地道 风信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 对你说 虽然白无相这东西 太诡异厉害 即便是告诉风信 提前示警 估计也没什么用 但他思来想去 还是认为 这件事不应该瞒着风信 因此决定 告诉他实情 其料 风信没有立刻问他 是什么事 二十道 刚好 我也有点事想跟你说 谢怜心想 肯定白无相这件事 比较重要 要紧的事 还是放到后面再说 坐到桌边 问道 你先说吧 什么事 风信迟疑了一下 道 还是殿下 你先说吧 谢怜也无心推辞了 低声道 风信 你千万小心 白无相回来了 风信勃然色变 白无相回来了 为什么这么说 你看到了 谢怜道 对 我看到了 风信脸色发白 道 可不对啊 为什么会被你看到 为什么被你看到了 你还安然无恙 谢怜把脸埋进手里 道 我也不知道 但他不但没杀我 而且还 还像那慈爱的长辈一样 搂着他摸他的头 还对他说到我这边来吧 听他讲完这几日的鬼欲 风信脸上的震惊 渐渐退去 被迷惑代替 道 他到底想干什么 谢怜道 反正一定不怀好意 而且他好像 一直跟着我 总之 你小心些 帮我提醒父皇母后 也小心些 但别吓着他们 风信道 好 这几天我不出去了 那小子 送来的东西 应该能撑一段时间 说来实在难堪 沐青走的时候 还是把他带来的东西 都留下了 虽然当时 谢怜情绪失控 砸他说不需要他的东西 和帮助 但是冷静下来 还是都灰溜溜地 把东西都捡了回来 谢怜叹了口气 点点头 又道 对了 你要跟我说的是什么 提到这个 风信又迟疑了 顿了顿 他开口 竟是难得的吞吞吐吐起来 一边抓着头发 一边道 骑士爷 殿下 你那里 你那里 还有钱吗 或者什么能典当的东西 谢怜没想到 他居然会问这个 在这种时候堪称傻瓜的问题 愕然道 啊 你问这个干什么 风信硬着头皮道 没什么 只是如果有 能不能 先借我点 谢怜苦笑道 你觉得 还会有吗 风信也叹了口气 道 我想也是 谢怜想了想 但我之前 不是送了金腰带给你 风信南南道 那个不够的 远远不够 谢怜吃了一惊 道 风信 你到底干了什么 怎么会一条金腰带都不够 你是在外面 打什么人要赔钱吗 跟我说说 风信回过神来 忙道 不是 你别放心上 我就问问 再三追问 风信都保证没事 谢怜不放心地道 要是有什么事 你千万告诉我 咱们可以一起 想办法 风信道 你别管我了 但想 也想不出办法的 殿下 你还是先解决你这边的事吧 他一提这个 谢怜的心 又沉了下去 如他所料 接下来的数日 那个东西 始终都阴魂不散地纠缠着他 谢怜总是能在许多 出其不意的地方 看到那张悲喜面 或是一个 若有若无的白色人影 有时是在深夜的床头 有时是在水中的倒影 有时是在 豁然打开的门口 有时 甚至就在风信的背后 白无香 似乎以恐吓他为乐 而且 故意只让他一个人看见 每当谢怜受不了的大叫起来 指向他 其他人一冲过去 或是一回头 他就消失了 这样的日子 谢怜过得一惊一乍 心里恨得恨不得 把这东西 抓住大谢八块 可他根本连对方的影子 都踩不着 难免日夜颠倒 身心俱疲 一日 他半夜惊醒 感到难以抑制地口渴 想起一整天 都没好好喝水 爬起来 准备出去喝点水 却听外面 隐隐透进来人声 和微弱的烛光 谢怜一惊 立即躲在门后 心口怦怦狂跳 是谁 如果是父皇母后和封信 何必这么鬼鬼祟祟 谁知 这鬼鬼祟祟的 真的是他父皇母后和封信 封信的声音压得极低 殿下休息了吧 王后也小声道 睡下了 国主道 好不容易才睡着 你们明天 莫要太早喊他 让他多睡一会儿 这句话 让谢怜心中一酸 紧接着又听王后道 这样下去 皇儿什么时候才会好啊 谢怜正觉得 这话有哪里不对 这时 封信低声道 他也是 最近实在太累了 才会这样 发生太多事了 劳烦二位陛下 也盯紧一些 如果殿下有什么 不对劲的地方 千万马上告诉我 但是不要被他觉察到了 还有 不要说些刺激到他的话 谢怜躲在门后听着 脑子里 一片空白 阵阵血液往上直冲 什么意思 这是什么意思 他心中咆哮道 我没疯 我没撒谎 我说的是真的 谢怜一抬手 砰的撞开了门 屋里三人齐齐一惊 封信站起身来 殿下 你怎么没睡 谢怜披头盖脸地道 你不相信我 封信一正 道 我当然相信你 你 谢怜打断他 那你刚才那些话 是什么意思 是说 我看到的那些 都是幻觉 是我自己的妄想 国主和王后 想要插话 谢怜立即道 别说话 你们不懂 封信道 不是 我相信你殿下 但你最近太累了 也是实话 谢怜看着他 没有说话 心里有什么地方 却在嗖嗖地灌着冷风 他相信 大体上 封信还是相信他的 至少有八分 不是全盘相信 毕竟 谢怜最近这日子过得 实在是太有病了 换任何一个外人来看 都铁定会判断 这是个疯子 有什么资格 让人全盘信任 但是不应该是这样的 以前的封信 是会毫无保留地相信他的 就算只有两分怀疑 也让人无法忍受 谢怜心中满是愤怒和怨气 不知是对谁的 对白无相 对封信 对所有人 对自己 他一语不发 掉头出门 封信追上去道 殿下 你去哪里 谢怜强坐冷静道 你不要管 不要跟上来 回去 封信道 不是 但是你要去哪 我跟你一起去 谢怜打定主意 突然狂奔 封信绞成不如他快 不一会儿就被他远远甩开 只能在后面喊 国主和王后也出来一起喊他 谢怜却充耳不闻 越奔越快 他一定得主动出击了 如果白无相 要杀谢怜 或封信 或他的父母 没有一个不是 易如反掌 但他偏偏不杀 却要把他当成玩具一样玩 再把他当个笑话感 谢怜一面飞奔 一面对着黑夜吼道 滚出来 你这个阴沟里的怪物 滚出来 白无相 完全就是冲他一个人来的 因此 他相信白无相 一定会跟着他出来的 然而 一通词汇贫乏的骤天骤地后 却没有如往 长一般从料想不到的 阴暗的角落里 飘来几丝冷笑 或是在他身后 悠悠地现出一个人影 冷不丁把一只手 放在他头上 狂奔术里 谢怜终于耗干了体力 深深弯下腰去 双手撑住膝盖 气喘吁吁 胸口喉管 弥漫上一股铁锈味 两久 他猛地起身 继续朝前走去 低声道 你要跟我耗下去是吗 深山老林中 不知徒步行走了多久 雾气渐渐浓郁起来 四面黑漆漆的老树们 张牙舞爪 全都向前方倾斜 压抑至极 仿佛在邀请 他踏入一片不归的境地 谢怜心知前方不善 但必无可避 而且 一定要做个了断的 迟早要来的 于是 沉着脸继续前行 走着走着 前方白雾中 竟是隐隐浮现出 一排闪闪发光的事物 像是一面发光的墙 谢怜从没见过这种东西 微微皱眉 定住脚步 而那面墙壁 居然在向着他这边缓缓逼近 谢怜心生警惕 折了一根树枝 握在手里严震一袋 带到那堵墙壁 逼到他身前不足两丈 他才愕然发现 那并不是墙 而是无数的幽名鬼火 因为太多了 远远看去 就像是一面火光之壁 或是一张大网 那些鬼火 虽然诡异 但却并无杀意 只是沉默地漂浮在谢怜面前 不让他继续前进 谢怜试着绕过他们 这些鬼火 却立刻变换方向 来到谢怜身前 同时 他听见许多个声音道 别过去 不要过去 前面有不好的东西 回去吧 不要再继续走下去了 这些声音 目然而密集 如潮水一般 听得人背后发寒 谢怜被他们包围在中间 注意到 这些鬼火里 有一团火焰格外明亮 也格外沉默 虽然鬼火这种东西 根本没有眼睛 但望向那团鬼火时 他却仿佛能感觉到 一道灼热的视线 迎了过来 看来 这一只鬼 是这些鬼火里最强的 其他的鬼火 全都是在跟随着他而已 189 冷白鬼温 与获迷童3 谢怜冷冷地道 让开 那鬼火一动不动 谢怜道 你们为什么要拦着我 那鬼火不达 而其他的小鬼火们 依然在重复着不要过去 谢怜根本不想 和这些东西 多做纠缠 挥手一掌 打散了他们 并非是打得魂飞魄散 这一掌 只是驱散了 结成阻拦之阵的鬼火们 仿佛驱散了 一群萤火虫 或小鲸鱼 谢怜快速通过 踩的地上枯枝败叶 轻声作响 然而回头一看 鬼火们 也迅速跟了上来 看样子要再次截阵 谢怜警告道 别跟着我 最明亮炙热的那团鬼火 飞在最前 冲耳不闻 谢怜举手作语打撞 发狠道 再跟着我 当心我把你们 打得魂飞魄散 如此恐吓 许多鬼火都害怕了 扑闪扑闪 畏畏缩缩 向后退去 而为首那鬼火 在空中凝制了一下 依旧跟在他身后 五步不到之处 让谢怜觉得 他仿佛再说魂飞魄散 也无所谓 又或者是 他知道 谢怜不会真的打他的 谢怜忽然一阵 没由来的愤怒 从前他一声喝 哪个小鬼 还敢再做纠缠 早就夹着尾巴 四散无踪 如今 不但是个人 都敢随意践踏他 连这小小一团鬼火 都不听他的话 不把他的威胁 当回事 气得他眼眶发红 难难道 连你这种小鬼也这样 全都这样 没一个不这样 为这种小事 被气成这样 有点好笑 但谢怜此刻 是当真满腔愤闷 其料 他难难 说出这句话之后 那团鬼火 却仿佛明白了 他现在又生气 又伤心 定在空中 不再前进 带着几百团小鬼火 慢慢向后退去 不一会儿 便禁数消失在夜色之中了 谢怜吐出一口气 转身继续前行 七八百步之后 前方迷雾中 隐隐现出了几角飞檐 似是一座深山古关 谢怜走到镜前 定睛一看 双目微微睁大 这居然 是一座太子庙 自然 是破败潦倒的太子庙 他早就遭受过 暴徒的洗劫了 匾额落在地上 摔成两半 谢怜 在庙门口停顿片刻 抬脚跨过那块 残破的匾额 进入庙里 殿中神像 也早已不翼而飞 不知是被砸了 还是被烧了 亦或是被沉海了 神台上空荡荡的 只剩一个焦黑的底座 两侧的身在无间 心在桃源 被划了二十七八刀 仿佛一个好好的美人 被人用刀子划划了脸 再也不美 阴森争宁 谢怜沉住气 到殿中 就地坐下 等待着白无相的出现 一处相后 庙外的迷雾中 果然现出了一个身影 但是 这身影身形不对 并不如白无相悠然自得 脚步声也不对 脚为急促 并不如白无相 那般悄然无息 所以 来人绝对不是白无相 也不是任何他认识的人 那么 会是谁呢 谢怜警惕万分 带到那人他踏踏地 冲到太子庙前 他才看清对方模样 不过 很遗憾 来人跟他的一切猜测 都不服 怎么看 都完全就是个过路人 看不出端倪 但谢怜 仍然没有放松警惕 谁知会不会是白无相的伪装 荒山野岭 破败道官 呼吁一人 谢怜警惕对方 对方也警惕着谢怜 办上 他才试探着问道 这位 道长 你知道 这是什么地方不 谢怜微微皱眉 抬头道 你不知道 这是什么地方 那你是怎么来的 那人道 我迷路了 转了老半天都转不出去 谢怜心知 他这绝对不是迷路了 如果这人不是白无相伪装的话 那就多半是被什么东西拐进来了 他道 别转了 你走不出去的 啥 你说啥 谢怜却不再回答了 继续打坐 如果是白无相拐来的 那着急也是没用的 他不放 人人就别想走 不如静静等着看他到底 想做什么 那人也跑累了 坐在一旁歇脚 二人相安无事 过了没一会儿 迷屋中又现出了一个人的身影 行到庙前 也是一个纳闷的路人 看到庙里有人 连忙迎上来道 两位老兄 问一句 这是什么地方 那两个路人攀谈起来 谢怜生出了一个预感 这还没完 还会有人来的 果然 不到一个时辰 这座太子庙 就陆陆续续 来了几十个人 男女老少皆有 或独身一人 或三三两两 或托家带口 大多数是迷路的 但迷路的方式千奇百怪 有的甚至在大街上 走着都能迷到这里来 十分不可思议 在里面 谢怜还看到了之前 非要跟他比胸口最大时的 那个卖艺人 他脸色不大好 看来上次的鄙视 着实让他受伤不清 两人打了个照面 没说话 点点头 显而易见 这些全都是普通人 而且 全都是白无相故意 带到这深山老林的 谢怜心中警铃 越来越响 却是不动声色 从袖中掏出一个冷馒头 用力啃了一口 用力咀嚼 再用力咽下 他要尽可能保存体力 应付待会儿 可能到来的大战 两个时辰后 这座太子庙 里里外外就被迷路 而治得人群挤爆了 谢怜暗暗点过 约有百人左右 没有一人 走得出这片森林 人一多 场面就闹哄哄起来 众人七嘴八舌 你也是莫名其妙来的 这真是太邪乎了 有人提议道 要不我们再找找吧 立即有人赞成 走走走 我就不信了 这么多人 还没一个走得出去 坐在角落里的谢怜 却冷不防抬头道 你们怎么走 也没用的 出不去的 众人望他 为什么 谢怜冷冷地道 因为你们都是被一个怪物 引到这里来的 你们都是他的玩具 他会这么便宜 放你们走吗 众人有觉得他威严耸听的 有觉得他神神叨叨的 有觉得他不可小觑的 一人站起身道 你是什么人 凭什么这么说 他好像是最早来的一个人 我来的时候 他就在这坐着了 怪怪的 是啊 还蒙着脸 你有什么凭证没有 谢怜诞生道 没有凭证 你们信也好不信也罢 那怪物把你们引来肯定不会 是要请你们吃饭的 小心些 不需要我多说吧 话音刚落 还没人回应 远处传来一阵 急速狂奔的脚步声 众人精神 立即未知一阵 道 又有人来了 当即便有人想迎出去看看 可都刚迈出庙门 就赶紧寥溜了回来 因为 伴随着奔跑声传来的 还有一阵阵 愈疯愈狂的大叫声 这叫声 简直不像是人能发出来的 众人脸色大变 一起往庙里推 道 我的妈 这是什么人 可别是什么野兽吧 而迷雾中的人影 越奔越近 谢怜迷眼道 不 那的确是个人 只不过 那人一边冲这边跑 一边大声嚎叫 而且双手无脸 眼看他就要跑到太子庙里了 谢怜挤出人群 站在外层想看看 到底什么情况 那人却仿佛没长眼 只往太子庙门口的 一棵树上撞去 砰 得一声 当场被弹开一杖 倒地昏死过去 众人都被吓了一大跳 挤在庙里 伸着脖子坠坠道 这人怎么回事啊 包括那卖艺人在内 有几个胆大的 要去查看 谢怜立即道 不要靠近 几人又被他严厉的口气 吓了一跳 道 那怎么办 就让他在那躺着 谢怜道 我去看就好 众人都道 那你小心些啊 谢怜点点头 缓缓走进那棵树 蹲下身来 正打算 把那人负面的手挪开 那人却忽然一跃而起 发出了两声尖叫 不错 正是两声尖叫 而且 是同时发出的两个声音 一个是从这人嘴巴里发出的 而另一个 则是从他脸上发出的 这个人的脸上 还长着一张脸 人面翼 谢怜当时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瞳孔皱缩 庙内众人 也被这可怖的一幕吓呆了 那人弹起来后 张开双手就要朝人多置地冲去 多亏谢怜眼疾手快 一掌拍出 那人面翼患者 当时被他拍飞到数丈之外 谢怜急速后退几步 拦在庙门口 他身后众人惊恐万壮地道 这个病 不是只在皇城那边才有吗 皇城死了那么多人 这个病 不是已经绝了吗 假的吧 不是真的吧 他脸上那真的是个人脸 更可怕的是 下一刻 从四面八方传来了 更多的尖叫 十几个人影 摇摇晃晃地 朝太子庙这边聚来 不用看也知道了 全都是人面翼患者 有人喊道 大家快跑 散开 不要被他们靠近 谢怜却和道 别散开 森林里 不知道还有多少 万一外面更多就完了 那怎么办 总不能等他们来 瓮中捉鳖啊 这不是等死吗 之前路上折的那根树枝 一直别在谢怜腰上 他一把抽出 如见挟持 道 放心 他们过来不了 能不能靠近这里 当然是我说了算 这里可是他的地盘 太子殿 你 不等众人再问 谢怜飞身出去 刷刷刷几树枝 瞬间将那些人面翼患者 点倒在地 这对谢怜而言 根本不是什么难事 说到做到 这些怪人 果然一个也没能靠近 庙内众人均是喘气不止 看得胆战心惊 见他战胜 纷纷叫好 高声谢天谢地 而森林的夜空中 不知何时又来了许多鬼火 当空乱舞 不知是不是 在帮忙驱赶那些人面翼患者 反正谢怜觉得 他们没有爱自己的事 扫完一圈 他习惯性地 要把剑收回撬中 收了个空 才发现自己手里拿的不是剑 而是一根树枝 尴尬了片刻 下一瞬 便见不远处 一个白色人影 正在向他招手 谢怜刚刚站过一轮 正热血沸腾中 立即追了上去 别想逃跑 那群鬼火 也羞羞羞羞羞地 跟随他冲了上去 仿佛在位 他照亮前路 白无相自然不是要逃跑 走得不快不慢 甚为从容 但永远快上他那么七八步 谢怜追了几步 心中一亮 立即折回 见他不追了 白无相却反而不走了 道 为什么不跟过来 谢怜回头道 你无非是想把我引开 再散步一次 人面一把 我为什么要跟过去 让你得逞 白无相却微笑道 不 你错了 我的目的不是引开你 我的目的 就是你 虽然他脸上 带着悲喜面 根本看不出表情 但不知为何 谢怜就是能感觉出来 他在微笑 吊虎离山 也的确说不通 白无相如果想 再一次散步人面意 天南地北任他散 谢怜根本拦不住 为何非要在这深山里散 谢怜顿住脚步 道 那你究竟想干什么 这个问题 他问了无数次 已经快失去耐心了 白无相道 我说了 我想你到我这边来 谢怜拔出树枝指他 虽然这样 根本没什么威慑力 还显得有点好笑 但这是此刻 他手上唯一的武器了 还好 有一团 格外明亮的鬼火 落在那树枝的前端 还是给他增添了几分气势的 谢怜立声道 你想我到你那边去干什么 要你的命吗 白无相弟嘀笑了几声 温声道 太子殿下 你是美玉 让我来教导你吧 谢怜又是滑稽 又是愤怒 忍不住脆道 凭你也配教导我 我师父是仙乐国师 你是什么东西 你是哪里来的怪物 白无相伸出一根手指 摇了摇 道 你又错了 太子殿下 应该说 在这世上 只有我才配教导你 你师父 仙乐国师 他语气 无端傲慢起来 道 在我面前 这种东西 根本不值一提 反而我教你的 你学得很好 谢怜怒道 你叫我什么了 你鬼扯什么 完全听不懂 白无相横笑道 我教你的第一件事 世上有很多事 你是无能为力的 文言 谢怜脑海中 闪过了许多 杂乱无章的声音和画面 最终 他咬牙一箭刺出 白无相轻松闪过 道 第二件事 他一把抓住谢怜 拽得谢怜一个亮呛 险些摔了一跤 感觉一只手 在他头顶摸了一下 道 你想拯救苍生吗 苍生根本不需要 被你拯救 他们不配 谢怜的动作 又治了一下 拍开那只手 反手又是一次 啪的一声 却是白无相 折断了他手里的树枝 闪到他身后 冰冷的两指 已经放在他脑后 致命一点上 谢怜被他抵住了后脑 感觉随时会被他 穿脑而过 僵住身形 身后传来一个声音 如果你不到我这里来 你是永远赢不了我的 永远只会被我打败 谢怜喘了几口气 沉生道 尽管来 顿了顿 他一字一句地道 赢不了 只是现在 你可以打败我无数次 但你杀不死我 而只要你杀不死我 终有一天 我一定会打败你 那鬼火听到了他的话 烧得更凶了 像是要把整个夜空 都照亮一般 白无相在他身后 沉默片刻 问道 我杀不死你 谢怜秉息不语 事实上 他也不知道 君无给他保的不死之身 到底能坚强到什么程度 万一白无相一怒之下 真的挖穿了他的脑子呢 他还会再活着吗 这时 白无相诞声道 我的雀杀不死你 我也不会杀你 但是 你现在别太有自信 之后 不要为这个后悔才好 后悔 为什么后悔 谢怜还没想明白 一记手刀 猛地砍在他脖梗上 眼前灯石陷入 一片漆黑 黑暗中 前方遥远处 似乎有光和热传来 谢怜烛光而去 一点一点苏醒 微微睁开眼 首先映入眼帘的 是上方的一团鬼火 看来 昏迷中感受到的光和热 就是他 见他醒来 那鬼火 一下子贴了过来 又仿佛觉得 距离人太近了不好 微微退开了些 谢怜总觉得 这团鬼火 似乎格外不一般 没记错的话 刚才路上截阵 阻拦自己的就是他 他想伸手探一探 起料 手完全伸不出去 谢怜愕然 煞食清醒 低头望去 这才发现 伸不出手的原因 是他的手脚 都被附住了 他居然被紧紧地 绑在神台上 身下就是那个 残破的底座 许多人挤在神台下 郑元睁着一双 又一双的眼睛 注视着他 190百剑穿心立鬼成形 为什么要这样看着他 谢怜猛猛然 边听有人低声道 好像啊 不是好像 是一模一样 真的是他吗 有人直接问出来了 你是 那个 太子 谢怜下意识脱口道 我不是 然而 话音未落他便发现 原先他用来遮挡 真面目的白灵 不知何时 被解下了 此刻 将他五花大绑的 就是那道白灵 他的脸 已经在众人面前 一览无遗了 谢怜的心 掉到了嗓子眼 硬着头皮 对上那些视线 不知是不是他心里作怪 他觉得 所有人看他的目光 都变得诡异起来 不过 还好 或许是因为 眼下情形危机 这些目光中 并没有他所想象的厌恶 或是愤怒 而他之所以会这么认为 是因为下一刻 灌外便突然爆发了 一阵飞人的嚎叫 谢怜勉力扭头 发现嚎叫的 竟是那些 被他点倒的人面医患者 他们不知何时 又爬了起来 而且多出了几倍 围在太子殿外 手牵着手 拦成了一个圈 绕着太子殿 边转边喊 仿佛某种恐怖的仪式 又仿佛纯粹的群魔乱舞 殿内众人下的巨石一缩 还有幼童哭了出来 被父母抱在怀里 捂住眼睛耳朵 每张脸上 都满是恐惧 怎么办 怎么办 这些人 会不会冲进来 就算不冲进来 他们离得这么近 我们会不会得病 万一得了 那种病该怎么办 谢怜用力挣扎 却根本没法正松一丝 看来这白绫 已经被动过手脚了 估计是被注入了法力 她正的额上青筋突起 吼道 白无相 无人应答 但一只冰冷的手 拍了拍她的头顶 谢怜一愣 寒毛倒树 扭头望去 头皮瞬间 抹了大半边 难怪下面这些人 看过来时的目光 都那般诡异了 不光因为她的脸暴露了 还因为 白无相就坐在 她身后的黑暗之中 在一个如此诡异的 白衣人面前 众人大气都不敢出 更不敢轻举妄动 造成的后果 就是白无 相视他们如无物 在众目睽睽 之下扶起了谢怜 谢怜从躺卧变成了座 坐在她的神台上 仿佛一尊 背负的活生生的神像 她只能转动眼珠和头颅 除此以外 几乎什么都做不了 虽然这幅情诡异至极 但终归还是外面 她的目光很快重新回到外面 有人喃喃道 我听说过的 我听说过的 住在一片区域的人 都能相互传染 这种病传染得很快的 这么见 这么点距离 我们肯定 肯定 想到他们很可能 就要患上那种 恐怖至极的瘟疫 垫那一片七黄绝望 一人道 要不然 我们找几个人冲出去 打死这几个怪人 其他人赶紧逃跑 可是 且不说这样冲出去的人 能不能打死这么多怪人 只要冲上去扭打 势必会患上人面医 这就是牺牲自己 拯救大家 摆明了去送死的事 谁会愿意去呢 没人愿意 谢怜倒是想 但她眼下受制于白无相 而且她一招点 到七八个还行 这好几是七八个 难免有漏网之余 总会有人面医患者 趁间隙 冲到太子庙里来 至于 直接杀掉白无相 不用想了 痴心妄想 但是 现在必须要有一个人 能平复众人的情绪 谢怜定定神 道 大家先别乱了阵脚 没这么快 我们还有时间想办法 可是 仅仅保证没这么快 是无法安抚人心的 打破了这种绝望的 居然是白无相 冷不防 她道 人面医 是可以隔绝和治愈的 此言一出 众人齐刷刷猛地抬头 道 可以治愈 什么办法 谢怜一颗心陡然悬起 白无相则悠悠地道 问太子殿下吧 太子殿下知道 那个办法 于是 摆双眼睛又齐刷刷望向谢怜 那些目光 刺得他往后一缩 被白无相挡住 推了回去 几人满怀希望地道 殿下 你真的知道吗 谢怜还没回答 就听有人兴奋地道 我听人说过 他是知道的 也有人疑 知道的话 那为什么黄承海 知道了 难道他不告诉别人 太子殿下 快告诉我们吧 啊 谢怜连忙一口否认 我不知道 白无相却道 你撒谎 谢怜怒急欲薄 却怕白无相再多说些什么 他有预感 不管他承不承认 白无相都一定会说出来的 挣扎许久 他无奈道 办法 是没有的 是没有用的 恶然过后 人群又开始骚动 没有用是什么意思 你不说我们怎么知道有没有用 冷汗 从他额头上流下 谢怜心道 我真的不能说 不能说 一旦说出去了 那就全完了 全乱了 有人忍不了了 站起来道 都到这个生死关头了 有什么不能说的 不说大家一起 在这里等死吗 白无相温声道 我来告诉你们吧 谢怜怒道 住口 他的呵斥 自然是半点威慑里 也没有的 白无相冲耳不闻 道 你们知道 皇城内外 什么人 换人面衣最少吗 众人战战兢兢看着他 虽然不敢靠近 却不得已要追问 十 什么人 白无相道 士兵 完了 白无相继续道 为什么是士兵 因为 大多数士兵 都做了一件事 而这件事 是寻常百姓没有做的 所以他们 才患上了人面衣 众人眼睛睁得 越来越大 连喉咙也不敢咽一下 道 那件事 是 谢怜一头向他撞去 无非是徒劳的努力罢了 白无相哈哈笑着 把他一掌拍了回去 道 是什么呢 他悠悠地道 杀人啊 完了 他果然说出来了 谢怜瘫 在神台上 一颗心如坠冰枯 半晌 几人才震惊到 杀人 杀人才能不得病 杀人就能治好 骗人的吧 令人绝望的是 不 不是骗人的 这是千真万确的 谢怜亲自确认过 手上粘过血腥 有过人命的人 是不会患人免疫的 众人无论如何 也没料到免疫条件 居然是这个 全都惊呆了 纷纷道 这说得通吗 我从前就觉得奇怪了 好像真的没怎么听说 军队里有人免疫泛滥 恐怕是真的吧 是真的 可是这意思 难道是我们为了不得病 得先去杀人 杀谁 问出这个问题的人 立刻被围攻了 什么杀谁 难不成 你还真想杀人啊 那人一下子不敢说话了 但这摆霜眼睛里 比起方 才纯粹的恐惧和无措 又多了一些其他的东西 极其微妙 极其诡异 这就是谢怜最不希望看到的情形 一旦人免疫的免疫之法暴露于世 就会有不可避免的另一件事发生 自相残杀 这就是当初谢怜发觉了免疫的方法 却始终不敢告诉旁人的缘故 只要杀人 就可以免受人免疫之灾 也许大多数人都会克制自己 但总会有亡命之徒铤而走险 而一旦有人为了免疫犯下第一桩血案 很快就会有第二期 第三期 效仿者将越来越多 最后必将天下大乱 如此 还不如从一开始就瞒得严严实实 没有任何人知道 谢怜苦笑道 你们现在知道 为什么我说这个办法没用了吧 众人不语 谢怜叹了口气 强大精神 温了口气 道 无论如何 你们先别慌 不要轻举妄动 否则就中了这个东西的圈套了 底下有一对模样 瞧着斯文体面的夫妇 那妇人抱着孩子乌叶道 怎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偏偏是我们啊 我们明明什么都没有做啊 附近一人烦躁道 哭哭哭 哭什么哭 就知道哭 这里谁不是什么都没有做 就你一个人倒霉吗 那妇人的丈夫怒道 怎么 你还不让人哭了呀 光是哭的人心烦 有什么用 给我闭嘴 居然为这种小事争吵起来 只能说 大家的情绪都在崩溃边缘 一触即发了 谢怜道 都不要吵 冷静 冷静才能想到办法 越让冷静 众人反倒还越激动 冷什么静 这种情况 怎么冷静 你倒是冷静 你想想办法呀 有什么办法 谢怜被问得哑口无言 有什么办法 没有 他拼命想拼命想 想得要脑子炸裂了 也想不到任何可以解决 眼下这个局面的办法 忽然 他感觉脸颊一紧 一只手 捏住了他的脸 掰了过去 正面对向神台下的众人 谢怜睁大了眼 不知这是什么意思 一个冷冰冰的声音 在他身后响起 杀谁 你们看到这张脸 还不知道该杀谁吗 此言一出 不光是神台上下 就连悬在空中那团鬼火 也凝住了 白无向温声道 你们忘记了吗 他是神啊 也就是说 话音未落 谢怜呼绝胸口一凉 将了片刻 他低头一看 只见一道漆黑的剑锋 从他小腹里 穿刺了出来 那剑剑身修长 通体深沉如黑玉 剑心一条银心鲜长 剑锋如寒叶流光 绝对是一把西式宝剑 以往谢怜 一定会想方设法收集 来爱不释手的那种 谢怜盯了他好一阵 那剑锋才慢慢抽了回去 重新消失在他小腹中 白无向接着道 他是 不死之身 众人还没反应过来 白无向便挥手 制出了那把剑 当的一声 剑锋入地 斜斜插在地上 在无数双眼睛的眼前 静静散发着一层 沉沉的寒气 一阵血腥之气 冲上喉管 那团鬼火冲到他身前 似乎想堵住他的伤口 谢怜被那股血气 呛了一下 咬牙道 你 你 他眼前微微发花 而那鬼火突然发狂 冲向白无向 却被一把抓住 锁在掌中 道 看好 说着 他另一手更用力地 掰过谢怜的脸 道 你什么 你不是号称 要拯救苍生吗 谢怜道 可是 可是我 可是他没想过 要在这种情形下 用这种办法来拯救啊 神台下有人 已经被这血淋淋的 一幕吓哭了 有的却还大着胆子在看 他 他真的不会死吗 真的 你们看 血都没流多少 还活着 活得好好的 谢怜猛的一阵 剧烈咳嗽 又听人道 是说 就算杀他 他也不会死 太好了 说好那人又被骂了 好什么 有什么好的 被骂那人 孽如道 既然他被杀 也不会死 那不就有解决办法了吗 但是要捅人一见 这也太 可是他是谁 就算他被捅了 也不会死 我们只是普通人 要是得了人面意 那就必死无疑了 底下争执着 白无相道 苍生就在这里 等待着你的拯救 请 谢怜两眼中 喷出怒火 道 拯救苍生 最彻底的唯一的办法 就是灭了你这个怪物 白无相冷笑两声 道 怎么了 太子 你不是很有自信地 说你不会死吗 现在怎么反倒害怕了 反正你也不会死 牺牲一下自己 解了他人的苦难 何乐不为呢 谢怜翠道 你打的就是这个主意吗 你以为世上所有人 都像你这么阴暗 的确 底下很多人脸上 不是忠于得救的欣喜若狂 而是犹豫 模模糊糊分了几派 意见无法统一 而且 谁都没有上去 动那把黑剑 仿佛看懂了 他在想什么 白无相笑出了声 摇了摇头 叹道 傻孩子 傻孩子 谢怜扭过头 不让他派 吼道 滚 白无相道 你以为 那是因为他们 都不想动手吗 错了 他们不是不想动手 只是都不想做 第一个动手的人罢了 哎呀呀呀 神台下 突然一声惊叫 那对斯文夫妇里的妇人哭道 孩子 我的孩子 他怀里的小儿大哭不止 胖吞吞的胳膊上 隐隐浮现出了 几个凹凸不平的黑影 四周人灯时空 出了一大片 道 坏了 小孩子感染了 那对夫妇 神情七创 二人对望一眼 一下子站起来 走到神台前 拔起地上那柄黑剑 让那孩子 握在手里 一咬牙 刺向了谢怜 那黑剑当 针锋力无比 谢怜刚掘腹部 又是一阵剧痛 他腹中拔出 哐当一声 丢在地上 道 对不起 我们孩子还小 实在是 没有办法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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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一面道歉 一面脸色苍白地 向着谢怜刻了好几个头 抱着孩子 回到人群里 谢怜喉腔血液更浓 正要呕出 忽然 听到一旁 白无相发出痴痴的笑声 他咬牙咽下了那口血 道 笑什么 你以为你看到了 你想看的 这都是你逼的 白无相掌中 拖着的那团 鬼火烧得更确 他在漫条思理地道 人要被逼 才会显露出真正的面目 百人之中 已经有一个人 不用再害怕人面移了 那小儿胳膊上的黑影 渐渐散去 围观的 都咽了一口喉咙 没说话 过了好一阵 一片死寂里 又有个年轻人站了出来 他硬着头皮 走进神台 先是做了好几个衣 若声道 对不住了 我不想的 我真的不想的 但是我 实在是没办法 我刚成亲不久 我老娘和娘子 都还在家里等我 说着说着 他也说不下去了 闭着眼拔起那黑剑 猛地刺向谢怜 然而 因为他闭着眼 这一剑刺歪了 只刺到谢怜的侧腹 他睁开眼才 发现这个位置 并不致命 于是慌里慌张拔 出剑来 哆嗦着手 又刺了一剑 谢怜一直咬牙不作声 被连刺两剑 也只闷哼了一声 唇边涌出一口鲜血 他的确不会死 但是 不等于 他受伤不会痛 每一寸血肉 被力气搅动的声音 每一根骨头被擦过的感觉 都令他痛不欲生 机遇癫狂 这一点 和普通人是一样的 第二个人刺完也下去了 这回没磕头 脸上 混杂着愧疚 和劫后余生的喜悦 很难说哪边更多一点 他下去之后 人群再次回归一片死寂 两久 又有几个人 犹犹豫豫地想站起来 不知这次又要用什么理由 还未起身 却忽听一人道 真是看不下去了 众人寻声望去 谢怜也脸色苍白地抬起头 说话的 居然是那个卖一大汉 他道 那个怪物 叫你们怎么干你们 就怎么干 我看他就是瞎说八道 就算不是瞎说八道 他不会死 你们这就不是杀人了 旁边几人道 大哥 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时候了 大家都要死了好吗 那卖一人道 我不也在这里 我不也照样要死了 我动手了吗 几人被他堵得一夜 半晌 有人道 看你的样子 家里没老人孩子吧 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这里很多人都是脱家带口的 奶能跟你比 那卖一人 指着最早上去的那对夫妇 道 我是没老婆儿子 我要是有 我就死了 也不会让我儿子 看着我干这种事 更别说手 把手叫我儿子干这种事了 我看你们儿子 今后长大了 成了个坏胚子 就全是被你们这 当爹妈的害的 这么迫不得已 怎么不让你儿子 同你一见 那夫人眼面痛哭 道 别咒我儿子 要咒咒我好了 那丈夫则怒道 你说的是人话吗 你想让我儿子 是父是母 罔顾人伦 那卖一人 大概不懂 罔顾人伦 是什么意思 道 杀谁不是杀 你让你儿子 杀你还有骨气些脸 再说你们干什么 不去杀那个戴面具的 怪模怪样的玩意儿 文言 白无相哈哈一笑 众人又拘又怒 据是对这个怪物 怒是对这卖一人 纷纷压低了声音道 你 你闭嘴 万一惹恼了这怪物 该怎么办 那卖一人道 哦 你们不敢杀最坏的 那个大恶人 所以你们就捅别人啊 大概是不愤 被这种操汉嘲笑 有人忍不住道 这位兄台 滔滔不绝地说了这么久 我还以为 有什么高见呢 我在观他面相 一脸死相 毫无血色 估计是没几天 好活了才能这么大言不惭 指责别人吧 这么一正词言 你怎么不牺牲 一下自己 来给大家活解围 那卖一人道 我不想牺牲自己啊 但是大家都不想牺牲自己 哪个想 你想吗 你想吗 但是我起码不捅别人 有人道 他不一样啊 有啥不一样 他是神啊 要拯救苍生 是他自己说的 而且 而且他不会死啊 那卖一人 还要说话 谢怜再也忍不住了 轻咳一声 道 胸 胸台 这位胸台 刚挨了几件 他一开口 声音比平时弱上几分 那卖一人 转过头来 谢怜感激道 谢谢你 但是 算了 再说下去 可能有人就要打他了 谢怜想起这人 受了如此之重的内伤 都是因为之前 和自己鄙视的缘故 心下歉疚 又说了一声 谢谢你 上次你胸口 最大石的伤好了吗 那大汗大声道 啊 你说什么 我有什么伤 胸口最大石 可是我的拿手绝活 见这人在如此近地下 还坚持不肯掉面子 简直就像 一边吐血一边说 我完全没问题 谢怜情不自禁想笑 这时 忽然有人指着那卖一人 大叫起来 发作了 发作了 谢怜一惊 那卖一人 也一惊 顺着旁人 指引一摸脸 果然在脸上摸到了一片 凹凸不平的东西 四周人灯石拉出几时远 谢怜张了张口 想让那卖一人过来 但要过来如何呢 过来 也给他致命你见吗 他有些说不出口 正当他犹豫 那卖一人 又摸了几把脸 向庙外走去 见状 谢怜脱口道 你要去哪里 回来吧 不就是会发作的 那卖一人 却跑了起来 大声道 不回来 我说不干这事 就不干这事 不一会儿 他便跑得没影了 那些围住太子庙的怪人 大概是知晓 他已经是同类 并未阻拦 谢怜喊了好几声 终于看不见他的身影了 台下众人都道 完蛋了 他跑了 这傻瓜 跑到哪里都会发作的 已经迟了 他已经被传染了 他 该不会是想下山去杀人吧 不过 那大汉之前的几句话 倒是掖住了店内众人 好一阵 都在没一个人 上去提起那黑剑刺谢怜了 情况 就这么僵持住了 谢怜心中 不知是喜事优势剧 更重要的是 他完全不知道 下一步该怎么做 正努力理清思绪 忽然一人站了起来 道 我说句话行吗 那是个中年男子 谢怜抬眼望去 发现这人很有些眼熟 但他一时想不起来 到底在哪里见过 正在思索 便听那男子道 实不相瞒 他之前打劫过我 原来是那个人 众人恶然 打劫 他不是太子吗 他不是什么 打劫 那人道 千真万确 所以呢 你到底想说什么 那人道 没什么 就是想提醒大家 他打劫过 说完 他就缩了回去 这句话后 整个店内都沉默了 那一句话 仿佛在他们心里 埋下了一颗黑色的种子 打劫啊 突然 底下又传来一声惨叫 一人道 我的腿 我的腿 好像 有点奇怪 又来了 谁知 不止一人 几乎是在同时 另一个人也大叫起来 我也 我的背 你们快帮我看看我的背 谁都不敢靠近这两个人 这两人只好一个自己拉起裤管 一个自己脱了上衣 待众人看清他们躯体之后 奇奇爆发了惊恐万壮的大叫 这两人身上的人面 居然已经完全成形了 怎么会长得这么快 你们忘了吗 我们待在这里的时间 已经不短了 但是他们自己 怎么没发觉 又不是再显眼的地方 而且只是有点痒而已 我怎么知道会这样 完了 完了 我们该不会也已经长了吧 快 大家快检查 快检查自己的身体 太子殿内混乱不堪 一检查 尖叫声此起彼伏 果然 已经有不少人身上 早就都浮现出了人面 只是他们 自己没有觉察而已 等他们觉察的时候 那些人面已经五官俱全了 太子殿外的怪人们 仿佛感应到了什么 手牵着手舞得更狂 而殿内一股惶惶欲绝的氛围 迅速散播开来 谢怜的心 怦怦狂跳不止 几乎要从胸腔 跳出嗓子眼 他记得人面翼的发作 没有这么快的 为什么会这么快 白无相 当然是白无相 他猛地望向那 冷眼旁观的始作俑者 还未开口 忽然一人弹起 喘了几口粗气 赤红着眼道 你 你是神 你是太子 你居然打劫 谢怜微猛 不知道他 为什么要在这个结果眼上 说这件事 道 那人打断他道 我们那样供奉你 你干了什么 打劫 你带来了什么 瘟疫 他带来的瘟疫 谢怜恶然道 我 不是我 我只是 然而 到了这一刻 众人的忍耐 已经到了极限了 近百人红着一双又一双的眼睛 团团围了上来 靠得最近的那人拔起了 鞋插在地面上的黑剑 谢怜一下子平住了呼吸 那人手哆哆嗦嗦 握着黑剑 哆哆嗦嗦地道 你 你要弥补的吧 你要赎罪的吧 那黑剑的寒光流转 谢怜的恐惧 在此刻达到了顶峰 这么多人 如果每个人都用这把剑捅他一下 到最后他会变成什么样 不只是想到 可能会被捅得千疮百孔 捅成一滩肉酱 他更恐巨别的东西 他隐约感觉到 如果让他们这么做了 他心里可能就有什么东西 再也回不去了 想到这里 谢怜忍不住脱口道 救 然而 这一声救命 还没喊出口 那冷冰冰的黑剑 便再一次刺入了他的体内 谢怜煞煞时瞪大了眼 那锋利无比的黑剑 刺入右拔 出 紧接着就换了一个人 下一剑几乎无间隙的刺入 谢怜锁在喉咙里的声息 终于封不住了 长声惨叫起来 那惨叫实在太过淒厉 听得围在他四面八方的人们 都胆寒不已 有人闭上眼 别过脸道 不要让他叫了 咱们动作快点 速战速决吧 谢怜感觉 有人堵住了他的口 按住了他的手足 还在交代 按住别 让他滚下来 还有别刺骗了 没刺到致命之处 不算数的 一个一个排队来 不要抢 我让你们不要抢 我先来的 哪里是致命的位置 我怎么知道 刺了算不算数 总之 罩着心脏 喉咙 腹部这些地方捅吧 不确定有没有 刺到致命之处 就再刺一刺 不行 你多刺了 别人要在哪里下手 一开始的游移 不忍 越到后来 越是荡然无存 越到后来 他们的动作 就越是顺畅流利 漆黑的剑锋 不断刺入右拔 初 谢怜一双眼睛睁到极致 泪水滚滚落下 心底有个声音 再无声地嘶吼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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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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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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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死不了啊 为什么不能死啊 他想用最惨烈的声音昊桃 但喉咙撕喝着一个字 也耗不出 大概是 已经被割断了 他痛到要发疯 好像把几辈子所有的痛 都在这里受完了 今后永远也不会再 感觉到任何疼痛了 他什么都看不到了 全世界都是黑色的 只有一团火光 在不远处疯狂燃烧 越来越亮 越来越强 然而 他在白无相手中 挣脱不得牢笼 他听不到自己的惨叫声 却听到了 另一个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似乎就是从那团火光里传来的 虽然不是他发出的 但那惨叫中的痛苦 居然和他全然一致 仿佛就是 他发出来的一样 但是 他已经再也无法忍受到这一步 还能清醒着的自己了 谢怜猴中嘀嘀咕噜一声 意识彻底破碎 与此同时 太子殿中 爆出了一波汹涌的烈焰灼浪 啊呀呀呀啊呀 无数个高低不一的人声 同时尖叫起来 夜火过境 烈焰焚烧 没有一个人能逃脱 鬼火灼浪 瞬间将太子殿内神台下的百名活人 烧成了百具焦黑的尸骨 而带到火光见脸 缓缓收拢 原先的那团 小小鬼火已经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 渐渐成型的一个少年身影 那少年跪在神台前 焦黑的地面上 深深弯下了腰 双手抱头 正在痛苦万分地长生惨叫 他根本不敢看躺 在神台上的那个人 现在是什么样子的了 因为绝对 已经不成人形了 太子殿中 尸海满地 白无向大笑着转身 来到殿外 怒火焚烧的范围 远远不止一座太子殿 殿外那些狂舞的怪人们 也被烧成了干尸和渣子 他恍如未见 踩着这些黑炭一般的干尸 走了过去 这整个森林 应该说 是这整座山 都在为之阵战和哀嚎 无数黑影向着夜空的上方飘去 那些都是被吓得 不得不逃离七夕之地的亡灵们 被狂风吹得流离四散 太子殿的上空 一盘庞大无比的黑云滚滚 正在缓缓旋转 仿佛一只巨大的魔眼 那是邪恶出世 厉鬼成形的天象 不得了 不得了